来,咱继续,咱继续 那,咱看一下啊 刚才咱刚才上课的时候 是翻到这据像这呢 翻到据像,咱是不是有几个据像没讲 是不是这方式的意味 方式,我说在哪个地方讲 是不是现在讲 它代表什么 全局函数 就是是不是GF给我们 然后那只得定一好的一些函数 我是不是直接可以交用吗 而且我前面不用什么点吧 我直接是不是拿这个东西都能用 对不对 它是全局函数 那下面我们就讲一下什么呢 GS为我们定义好的全局函数 叫DS S叫什么,全局函数 全局函数 我们看一下啊 先过一下 函数是哪些,首先看第一个 Decode URL 它代表什么,代表解码某个编码的 URL 那 它提交,然后解码编码 那大家知道什么叫编码吗 那编码 咱,咱,你想什么问题啊 当你提交一些数据的时候啊 你如果这个数据然后提交 然后是中文的话 它是在提交过程当中会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它需要把那些汉字转成,然后 那些,铃鸯,铃鸯,然后传去 对不对 所以它需要一个,然后 一个码表吧 去插一个码表 那有的时候咱在传递 然后这个汉字的时候 咱是不是可以手动的编上码啊 是吧 编上这个码在传输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代表这个汉字的一些,然后 一些字符啊 传过去之后 然后在后台是否可以进行你编的这些码 再进行解码啊 解码是不是就恢复 然后原有的汉字呢 是吧 对吧 这个就是然后一个编码跟一个解码 一个编码跟解码 起初现在你们用的少 但在后面你们进行 然后web核心学习的时候 再传递一些数据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df进行传递的 这是中文 可能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什么 编码 明白吧 行编码 看第二个 看第二个 他说的是 解码一个编码的URL组件 说明了 他也是然后解码用的 对吧 看看也是解码用的 看第三个 Incode URL 是编码的 编码的 第四个 是编码 是吧 URL组件的 诶组件跟没有组件 再一下子 是吧 就字符串进去编码了 就字符串 再一下子看最后一个 有个 un 它是干什么 对 afk编码的字符串 即将 解码的 明白吧 这个 跟这个是一对吧 你看那个 DecodeURL 这是不是跟 DecodeURL是一对 DecodeURL content 跟DecodeURL content 是一对 明白吧 它是一对的 OK 再往下走呢 这有个EVO 这个EVO 是非常强大的 EVO非常强大 它是什么 你写个字符串 我可以把它干什么 作为脚本局解析 明白吧 作为脚本学习 再一会再看 你推着它 是否判断认数 是否容穷大的 判断认数 是否是数字 还是有什么 NUMBER 是吧 把对象转成数字 强转吧 强转 还有什么 是不是有贵啊 是把对象 强转成什么 字符串吧 是不是还有 应该有个孤儿 BOR 大写的 是不是也是把什么 强转成孤儿 它是没有 OK 你还能看到个什么 是PARCING的 是把转成数字吧 转成数字 回到笔记当中 我给大家 然后总结一下 咱在这个地方上 接触的第一种 叫什么 设计什么 编码和解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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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分成 我就 就 划分一下啊 编码和解码的 设计然后几对啊 刚刚看到了 三对对吧 第五个 有什么 是不是有 英寇的吧 C O D E 什么 U R 爱吧 和什么 和 我就这样写 下 我就这样写了 和什么 D code吧 C O D E D code 什么 U R 爱吧 是吧 哪个是编码的 很 英寇的前者是编码的 后者是解码的 ok吧 再往下走的 咱们看到了 什么 是不是叫英寇的URI competent 的吧 和什么 D code U R competent 是吧 C O M P O 这个也是编码的吧 这样后走呢 看到是不是有escape 还有什么 是不是有个un unescape 他们其实都是进行编码和解码的 那现在我们在这地方讲解时候 要分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三者的区别 三者区别啥样 看啊 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边看一下 其实他描述的 如果你能看懂的话 描述得很清楚 第一个 咱看这个编码 incodeurl 他说什么 把字符串编码为uri 对吧 平台武器没什么 咱看第二句 incodeurl 他说把字符串编码为uri组件 没有办法 看到 回到这个地方 咱写一个 在这写一个 咱写 demo3 demo demo ok 对吧 咱平常然后你在访问网址的时候 那个网址比如说在访问百度会怎么写 对吧 叫h ttp 对不对 杠杠是吧 点百度 度 点 0m 对不对 百度 0m 对不对 是这样的是不是 咱在讲今天 HML的时候 当你表单提交的时候 你那个表单的数据会放在哪 比如说盖子提交 这放在这 是不是NAME等于什么 比如说章3吧 对吧 比如说咱再写 比如说帕说的 等于什么 比如说123 可以吧 是这样的携带 对不对 那咱看一下 对它进行编码 咱瞅一下 我们先用第一种 第一种啊 叫什么呢 叫Incode吧 COD Incode URI 我把这URR扔进去 这第一种啊 三种吧 第二种什么 叫Incode URI Component 没想错吧 Comp Comp 这是写错呢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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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叫Incode 叫Incode 对吧 叫Incode 看着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样 是不是写错呢 咋错呢 咋错呢 这地方 是 打开三 这是第一种吧 咱把他尝一下 Comp C 确定 稍等 把他沾到这儿 第二种 第二种是这样的 删一下 什么呀 是吧 干第三种 咋呀 Comp C 你比较一下 第一种 叫Incode URI 对不对 Incode URI 看这地方 他是不是都没给我变 都没给我变 看第二种 叫Incode URI 它是不是把那个点 跟那个杠杠都给我转印呢 对吧 把那问号 是不是也给我转印呢 是吧 把那个安的封上 是别的转印啊 那你说你这样 然后提交到后面去 你说后面 在看到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说他还能然后正确的取到那个 我的然后后面这些参数吗 后面解码啊 你还要手动解码是吗 你要手动然后进行解码了 对吧 可以没有手动可以手动进行解码 然后解码完之后就可以了 但是你床了之后 有的时候 你比如你在学那个什么 学那个刷矿架的时候 学完证 他这个参数是自动给你封装的 你知道吗 就如果你这个后边 如果那个实体 实体当中有这个内容值 他直接把这个 就复制到那个内容当中了 明白吧 对吧 复制到内容当中 如果像这种方式 他是不是给你 是不是这样呢 那你后台在接收的时候 是吧 我后台我是不是认这种符号啊 是吧 认这种符号吧 但是你给我转移的这个 给我转移的 OK 看第三种 是不是也同样啊 是不是也同样啊 但是转移的东西不同吧 他第三种是不是只转什么 冒号吧 但是这个杠杠给我转的吗 是不是没有转啊 所以从整体看上去这三种方式 他的区别在哪 是不是进行转移的 进行编码的符号 范围不同啊 不同吧 对不对 你看啊 我们如果在开发当中 用这种方式去进行传输的话 转移完之后 他还是这样 你说你说后台然后接入到这个数据 他能读懂吗 他能读懂吧 哎 这样看着 再回到这个地儿啊 回到这个地儿 这这这这这 看着啊 这样写就明白了 我把他 把他擦擦擦擦擦擦 张三 我就改成什么 张 是中文吗 咱刚才不是他是转移中文的吗 对吧 是中文在眼上中文了 瞅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哎 我肯注意一下 把它替翻掉啊 替完 suiv脸啊 替上哪里 是把这个张三 咱替ע上刚才那个转的马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对吧 咱接着往后看啊 咱接着往后看 哎 它是不是把中外颜色转呢 但是余思同志的符号是不是不要转呢 第二种 第三种 是不是字转的 符号也转的 现在再回到这 你应该就看明白了 回到这 你不看明白 咱现在如果用Incode URI转的话 是不是 该转的你给我转的 不该转的你没给我转 是不是 明白吗 好像不太明白 他只把中文给转的 就是Incode URI 是不是只转中文 那其他一些标志性的符号 我是没有转 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都标志性的符号 我们要转吧 对吧 但第二种跟第三种 你看他是不是把标志性的符号 也给我转掉了 所以在今天开课当中 实际开课当中 你说我们经常有哪种 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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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吧 第二种你把特殊符号给我转的 我后台然后再识别 是不是就没法识别了 就没法识别了 明白吧 你都给我转不掉了 所以说 在这说这么多 其实落地就一句话 实际开发当中 实际开发中 使用第一种的比较多 长 使用第一种 明白吧 别人要问你 有三种 我用哪种 是不是你说你如果是URI提交 你是用第一种就够呢 但如果你编译什么 你看啊 我如果编译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当中 我不叫张 我叫 我密码吧 我不是一二三 我什么 我叫一二三 杠杠 那你们设密码 有的可 是不是也可以设一二 杠杠杠三 是不是这样更安全 当你试完这个的时候 你说你在编的时候 是不是要用第二种编了 所以说 所以说人家什么 你看人家写的多好 是编码什么的 是不是UR组件啊 那你后面这个参数 是不是看成组件啊 当你编一个组件 你是不是可以用第二种 UR 是吧 你靠UR content 他是不是把这个 刚刚给我编掉了 明白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需要编了 但这个默认的这个杠杠 或者是这个冒号 我是不是一些标识啊 你不需要给我编啊 明白吧 这是这个吧 还是这个 OK 所以在经常开发当中啊 你就基本第一种啊 基本第一种就够了 所以讲这么多 你就 落地一句话 开发当中经常用第一种 他们的区别就是 编的那个符号 发现不同吧 有的这个编 有的那个物编吗 OK 这是一个编码方式啊 编码方式 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他的接着组 第二组 第二组讲什么你说 回到这地方 是不是可以讲这个 强转的 强转的 强制转换的 强制 强制 转换的 咱就说一下 这个三个方法 咱就不给他演示呢 比如说有什么 有个number吧 对吧 number 还有啥 是吧 是吧 是这样 唱什么 是不给他补充个B和R1N 这是不是也能强转 R1 AN吧 OK 这三个方法 我给他演示 你强转吧 把东西扔进去 能转的 我给你转的吧 咱昨天是不是演示呢 OK吧 强转的 我只为大家在这个地方给BD 然后写全一点 大家复习的时候有一个 逻辑性 第三个什么 讲什么你说 是不是转成数字的 有哪个 PARC PARC INT 还PARC 它有什么 P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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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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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吧 这个你说还说吗 这是不是也不说呢 咱说他也说呢 不就转成数字吗 OK 咱找个说第四个 我说建案当中 这个EVOL方法 它是特别牛的 方法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干什么用的 它是将 将什么 字符串 字符串什么 当做什么 脚本 进行什么 解析域型的 解析域型的 这要什么意思吗 咱看一下 咱这样写 演示给大家演示 DEMO3 然后重新建一段 打开一场 这都不要了 看一下 我现在写的字符串 叫5vr 这啥 我一交 5vr 是吗 A 等于 2 2 号 5vr d 1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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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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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玩的再过火一点 我们这样玩 我们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啊 它叫PRNT 你给我传个什么 我当中然后 EVL 什么 我是不是后面能 教用啊 你看啊 我后面在教用的时候 就是PRNT 教用的时候 你说我这个内部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我是不是可以在外部写啊 我随便写了 我写了 这是不是相当我的代码注入呢 对吧 这样当中能代码注入吗 暂时然后不知道 不知道咱只能说不知道啊 不知道 然后 这样当中咱不知道 然后能不能代码注入 但是既然现在是不能实现代码注入的 这个功能啊 我带你随便写呢 逻辑我写什么都行 闲着我帮你一扔 你不就一吗 我执行的吗 对不对 就执行 所以说这个函数 是不是特别牛 哎 这这这这 咱就不用了 我就这样写 是吗 逻辑 叫什么 自定义 是吗 逻辑 你随便写吧 你写什么都行 你写之后 然后你给我 我帮你运行 是不是那个函数 相当于什么 一个空壳子 对不对 没有什么 逻辑嘛 都是通过你外面传的字符串 就运行的 对吧 通过这个咱是不是住 就 那个招政地什么 是不是以往还是可以将字符串 是不是进行解析啊 啊 进行解析啊 OK啊 明白吗 明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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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blat